今天要帶大家到青昆森吃美食 這是在路途中有一家土豆豬腳 是不得不吃的好料啊 這個價錢這個份量 就是要讓你吃飽飽再踏上你的旅程 這個土豆豬腳啊 在每個人的桌上幾乎都少不了他 現在這樣五十塊而已啦 不然在老兄弟吃的後來 土豆豬腳 肥瘦各半 蒜泥醬油 特地開車來吃都值得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豬血湯 豬血湯滿滿的料才五十塊啦 吃不了 豬血很脆苦 一樣 特別來吃都值得 吃完豬腳 我們就前往青昆森 尋找 隱藏版的 蝸爹啦 店家 自己就是蝸農 所以看到這些蝸仔啊 都是超新鮮的啊 蝸農 蝸爹好吃 就是因為他有 飽滿的蔬菜 酥脆的外皮 還有多汁的蚵仔 如果不喜歡吃蚵仔的 還有花枝爹喔 吃帶飽 趕快走走運動消化一下 不過看到這二十元的冰淇淋 只好拿出我第二個甜點味了 滿載而歸 只要五十五塊啦 芋頭冰淇淋非常的綿細 而酸梅冰淇淋吃得到顆粒喔 吃飽喝足就用這美麗的夕陽 跟大家說再見 記得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喔